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那天看见一个微博讲 他说我有一个好名字 我觉得它就应该叫蓝寿香菇 你觉得蓝寿香菇 他说这个就应该翻译成 就跟上次的那个叫熊猫点香 熊猫烧香 一举同工 蓝寿香菇 对吧 就说这个病毒 现在就已经是全世界一百多个 一百五十个国家 二十万台电脑 差不多 差不多吧 受到侵犯 以至于啊 我现在 我们组里都有偷懒的理由了 我收不到一个什么东西 他们就敢跟我这么说呀 说那个勒索病毒可能造成影响 他如果用的是PC系的话 可能有影响 现在苹果机和手机还是没有的 它主要是Windows是吧 Windows只有Windows 而是比较老版本的Windows 所以我看你们的同事用的都是苹果机 不应该有这个问题 接穿了 那我得制裁他们解 咱们可以看看对全世界影响的一些图片 首先是 你看 这就是病毒扩散 扩散 在全球扩散的图 然后再看 这个到国内了 中石油加油的装置也被侵入了 然后你再看 下面就是勒索的界面 就是说他把你的文件呢 全部就给加密了 然后你好像交300美元 给300美元比特币 比特币 然后然后这个这是所以勒索吗 这个说迪士尼的外包公司内网被黑客攻破 黑客盗走了未上映的新加勒比海盗的全片 向迪士尼勒索巨额比特币 否则每隔一段时间公开20分钟 我这么损呢 说迪士尼CEO已经寻求FBI帮助 寻求FBI帮助 我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 这个货源就出在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NSA他们是 就是对 这个基本现在都是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当时他们发现了微软的一个漏洞 然后没坑声 自己就研制了一套能够攻破微软这个漏洞的一个方法 也没跟人说 但是这个方法被人偷走了 偷了原代码 然后又叫什么深蓝 不叫什么蓝 永恒之蓝 永恒之蓝 但我觉得这听起来更可怕呀 这是你相信吗 美国的国家安全局 不是明明看到这个电脑有漏洞 它用来作为攻击的武器 它有可能啊 我觉得就是说网络战将来有可能 对啊 我也注意到这个细节 而且它有人打比方嘛 说就像一个实验室 它养了一些病毒 它本来是作为研究用的 没想到这些病毒 跑出去 被人被人盗取了 那我们在电影里不有这样清洁吗 有一些坏人专门去一些实验室 你比如有些病毒 它只是在实验室里存在 它不用 因为它在人的身上已经没有了 但是有些人 坏分子就拿这个来去 当年有人传说 这个伊波拉病毒 就是美国的生物武器什么的 就有这种传说 是不是生物武器 不知道 是从实验室里出来 是吧 但是这东西 这个这次的病毒 平常咱们这个电脑病毒 感觉无日无之 吴老师您这个是专业的 为什么这次这病毒 感觉是这么厉害呢 很多人以前做一个病毒 是表示我聪明 就是说我能把你机器感染 没有太多的恶意 它这回来是 因为你一旦入侵 它的电脑以后 你可以做很多事了 比如说把它的文件 你自己把它文件 重新加一下密 别人就解不开了 对吧 然后它是勒索钱 所以这一下子涉及到钱 很明显的一件事 全世界就炸开了 这次之所以有全世界的影响 就是因为它是勒索钱 它跟勒索钱 而且关键是说 比如他把人家的文件都锁上了 你自己反而文件主人打不开了 没法用 但给钱管用吗 给钱就能解释 没去试过 对啊 我这个也是我比较奇怪的一点 我看这个新闻到说是到今天为止吧 它勒索到了70万美元 那这个钱也不算 7万吧 还不是70万 但是很难几万美元 好像是那个比特币收到的 对 但是我就说它好像是一种 就是说我是求量 这个是靠量来赚钱的一种模式 它其实每个人勒索并不多 但是它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传播的太快 所以只要是被感染上了 被感染上比较快 然后它因为勒索这个钱是一个本身是一个 也不是玻璃多销 就是说这个从媒体上来讲很吸引眼球的一个事儿 如果真是7万美元的话呢 就是也就一共200多个人交了钱相当于对吧 但是呢 因为它是要比特币就是我假设我真付给它钱 除非我声明说我付了它300美元的话 否则没人知道我交给它了赎金 所以这个7万这事儿准不准也很难说 反正现在有的部门警告嘛 就是说不要给它钱 对 说你给了它钱 它也不一定给你解密 但是它说你要不给好像是7天吧 你的文件就全删除全没了 它有可能 因为如果这个那个计算机被绑架了以后 呃有有这个可能性 如果你有你有没有也没有这个备份 然后他可以所以删除 就是说他有一个特殊的加密 你打不中不了了 对 那这次还听说有这个大学的 还有 大学是重灾区 还有医院的 医院好 大学是重灾区 医院呢 就是因为外界的设备太多 他这回实际上是攻破了一个的445这么一个口吧 这个口就是共享的设备啊 文件的这么一个 这个就对对对外的一个接口 那么医院有很多外接的设备 那吴老师再请教 因为之前 比如说很多黑客行为都是个人 都是个人 他有的是陷阱 我做了一个很牛 他其实就像以前说 那个熊猫烧香 他其实个人 他危害很大 但是他刚开始的诉求 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 他有时候就是一个恶作剧 但是没想到后果会这么大 但是这一次我看有很多推测 有很多甚至把它上升为一种 就是说是有一个背后 有一个庞大的一个组织 就这个组织甚至一个国家的一个行为 但是现在好像也没有人来去确认这一点 这很难确认 因为他这回不是说我有一个账号 你们把钱都给到我这账号 不像那索马里海盗似的 这一下你就认 就行为主体很明确 然后他这个说 之所以用比特币 他就是不想让你知道他是谁 所以到现在为止 你很难猜测没有什么证据 对不是到目前感觉 我觉得他也没挣这几个钱 是没挣这几万美元 几万美元 是因为被破解掉了吗 也不是 有些时候我可能自己能恢复 我有办法 每个人情况可能也不太一样 这是第一 第二 我再说 虽然说是七万美元 比如说 如果他真是收到了七十万美元 只要给钱的那个人 不去说我给了钱的话 没法确认给到了多少钱 因为比特币这个东西 没有人知道 这个币的主人是谁 就没法确认比特币拥有者的身份 但是咱们根据全普世价值观来说 都是不能向勒索恐怖行为 妥协低头的 说是这么说 但是在现实上 您刚才讲接地气 你看这多少被绑架了 人还是给钱的 而且美国是这样子 医疗仪器 刚才您讲的 医疗仪器被绑架 也不是这件事才开始有的 在2000年开始到现在 大大小小的连丢病例子算在一起 大概是2000万起左右 就是丢一份病例 我假设也算一个 2000万起最多一次丢了400万份病例 400多万份病例 每年美国交的赎金 就是医疗仪器被绑架了以后 医院里头交的赎金是上亿美元的 挺可怕的 甚至我现在想 它是不是真的像电影里边说的一样 它能控制将来这个病毒 能控制核电站 能控制你医院夸停电 或者控制 这事是发生过的 在德国 类似的事 不是控制核电站 就一座高炉 那高炉 他们工厂装了一些监控设备 IoT的设备 就是万物互联的设备进去 那就把它原来的防火墙 等于是自己把自己的破坏了一点 后来被劫持了 那高炉就停不下来了 停不下来 它就熟是几千万欧元 当然最后就像林说的工厂没屈服 把周围的居民全疏散了 强制把高炉停下来了 我还听说 比如这次讲美国的国家安全局 就是个组织 声称说是云集了全美国最多的数学博士 什么计算机博士 然后他们就搞 传说他们都曾经弄过伊朗核设施 你听说过吗 这就也是做个病毒 什么证据 对不起 他上个月不是朝鲜 咱们咱们邻居老去搞这个 试院嘛 不是朝鲜有一次发生失败 就是四月份 对 然后英国的媒体就是说 就是是中情局吗 还是说就是这个NSA 把这个把一个把一个代码植入到他们的这里面 然后叫远程控制吧 就让破坏掉了 它就发生了 或者从来没打准过 有这个说法当然没法验证 美国实际上有三个内似于跟情报有关的部门 CIA中央情报局 这是对外收集情报的 一个FBI是对的 其实是相当于咱们的反腐畅联的组织 FBI不管这事 第三个是NSA 实际上是信息安全的 这个国家安全取代 跟这个信息有关的 基本上是NSA 但是北朝鲜那个更多的说法是说 因为它的半导体器件是拼凑来的 互相可能兼容性的本身都有问题 就是说你不去推它 需要美国插手是吧 还不需要美国插手了 说不定咱只入个进去 提高了它的水平 想象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不过这件事让我们觉得恐怖的 是说就是吴老师你看你这么了解互联网这个发展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有这个几个人 他们有足够高的这个技术 实际上通过这个电脑病毒的方式运用这个互联网 它实际上是可以制造非常影响全球性的恐怖事件的 是这样子 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很多设施 这有可能的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全世界对于这种互联网犯罪的这种处罚 以及相应的法律严重滞后这个现象本身 现在罚的轻吗 你基本上拿它没办法 没有一个法律 你也不能说它制造了一病毒 就像咱们说熊猫烧香这个事 你判它一个无期徒刑 你能拿它怎么办呢 一个行政处罚可能几千块钱就了事了 他是判刑了 那个小孩是判刑的 对 因为我们这是在腾讯的时候 他们老去抓那个入侵的黑客 有时候就是看着这些人一个小黑屋子里 然后有这么两三个人就在这 到了人家电脑里头去偷这个钱 那最后你把它抓到 无非是说有些钱能够找回来点是一点 然后他大部分也花掉了 也偷了没多少 大概这危害很大 然后你能罚他什么呢 就是说你关他个半年 都不一定能做得到这一点 对 当然这个是个人性的 我现在甚至还关心NSA 如果是国家性的 现在国家之间这种网络战争 国家之间都有网军 对 它一个国家最高的科技水平 全力以赴的话 它能掀起多大的一个动静 它可以把你整个计算机系统瘫痪掉 那将来如果是两个敌对国 这家伙能不能像好莱坞电影一样 你这个核电站就给你操纵一个病毒 就给你引爆了 能给你制造了不然能不能引爆 不知道 但是反正是蛮危险的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IT的设计 整个是在过去说没有这种危险的情况下 是按这个前提假设设计的 这和我们比如我们设计一个大坝核电站 那个设计的时候是说 我在随时会被攻击的时候 不造成多大伤害 所以他们就讲 电脑工程师和土部工程师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电脑工程师是说 世界上没有坏人 他是按这个形式去设计 土部工程师是说世界上都是坏人 他就这样都是灾难都是坏人 所以这是第一个 不一样 使得我们的IT系统其实很不安全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人为的这个 就是假设即使这个计算机系统 是我这个部门的 理论上来讲 我要把它搞得很安全 但实际上人为的操作 很多时候让它变得不安全 这也是经常有的 哎呦 你看这个 我也是觉得像我这样一个技术盲 文科文科生就平时对这种什么信息安全 就觉得离自己很遥远 但是你有时候看一些报纸上的案例 你才发现真的是跟自己系统相关 你看你还记得那个去年说 一个山东的一个大学生 然后被人一入学就诈骗 之后等于是气死了 叫徐什么 后来你看 他还并真的并不是说 学校把他的信息卖给了一些人 是就是一个黑客进到大学里的这个系统 那一进到这里 他数据太多了 谁谁是哪一个 你是文证号码 你是从哪考上 你家庭情况 他完全就进到了一个 就像就像吴老师说 可能两个人三个人 但是他掌握了大量的数据 每个人的情况他都知道 那就像我们平时经常接到电话 问一接电话 问你要不要办银行贷款 把你的信也说说 名也说说 你有时候很恼火 但有时候又觉得 我也没有办法去报案 去追查你 但实际上我就是觉得 这真是未来涉及到 我们这个安全的一个隐患 我现在对这个东西 就产生恐惧症了 就比方说 我就是有一个玩电脑的小孩 就帮我装电脑 那么我的一些家庭 私人的一些照片 常常惯性 对 验照 我说 我说你有没有能想一个办法 就是说我要百分百的 我强迫症的 绝对不会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都不会被侵入 他说 那不可能 万分之一还是能保上的 你说一亿分之一不被侵入 这也可能比较难 比如说你这个 是不是理论上讲 你的这个手机电脑 只要有人想打你的主意 总能进得去 那不一定 这个 不联网就没事吧 不是 不是不联网 就是说 现在像企业企业 我也像是不联网 不联网 你不联网 我都想过这个 你不联网 但是他现在这些更新 太讨厌了 你老不更新 或者下载一个软件 什么的 第一个 不要用盗版软件 这是一定的 第二不要贪财 就是说 有些时候说 有个折扣 你是否点一下子 这一点就麻烦了 再有一个 就是说 我们个人用的是 个人消费者级的 这种电脑的保护 但是真正的公司里 比如Google 他们所有的 这个文件 全是加密的 就是说 出了陈冠西这事 他是拿不走的 因为这个硬盘 一旦从这个计算机拿下来 是没法读的 像Google的内部的这种 就是员工用的电脑 全是要求是这样做的 但是现在不是还有解密 软件吗 你什么密码也能解吧 都 比较难 比较难 这可以防范的比较好 就会把它成本提高 让他后来可能也就放弃了 是不是 一个成本提高 就是说这是一个 再一个 确实你能保护得很好的话 还是比较难的 当然还有很多我们很坏的习惯 比如说举例子 从理论上来讲 他们FBI的有一个副局长 有次讲过一个 比如我们经常把有一个摄像头在这 平时你不用的话 应该贴张纸把它给护上 这样的话 你自己比如说 假设计时里的电脑被劫持了 你的银行账号还是不会丢的 但很多人 因为你一旦摄像头被它劫持了 你在打什么密码 它都是看得见的 就给都记录下来了 这个摄像头 手机自拍了 对着你的摄像头 这些东西理论上来讲 都是要给它呼上的 那么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来说这个很危险 那FBI的一个副局长 就被人吐槽 说你看看你这些科毛 弄这个 后来大家一看 说扎克伯格这些IT大佬 这个前面的摄像头 全是给护上的 在硅谷很多公司是要求你给护上 那手机呢 iPhone呢 手机护上吗 这个平时照片往前照 这个没问题 自己照这个比较危险 手机都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就是说 对啊 因为他病途进到你手机 然后他 就比如说 举例子 很多人把手机在看着 你们家的所有的一些情况 他都是看得见的 天呐 太恐怖了 我的天呐 吴老师 那还有一个 就是比如说 有的人就说 先手机都可以被当成 那个远程控制来监听你的 那手机关掉的情况下也可以 你只会把电影 有些是 比如说咱们说追踪吧 你把关掉是什么用呢 你得把电池扔掉 就是说光掉 只是那个一个操作系统的关机状态 苹果那个电池怎么扔掉啊 对 不会扔 你注意那个人民的名义里边表现 丁一针 有反侦察能力 反正是把手机落在来车里 然后那个公安厅 那机器一直跟踪这个手机信号 到老家 哎 我现在觉得这个电脑这个事情啊 真的是个福祸难测的一件事情 您比如说他就 我就我就记得就是说这个 凯文凯利 他他他他他写的一个书里边就讲到 我现在发现就很讨厌 比如说你要真正的安全 哎 就别跟外界连 对对对 但是你不跟外界连呢 你看现在这个电脑啊 这个更新的 所以那个凯文凯利当时就说 他说我就发现人呢 被这个技术劫持了 对 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停在这 你你不更新吗 就没法用了 你就没法用了 慢慢的你就发现 你不想学这个新的 你也不想搞新的 我就觉得现在电脑功能挺好的 但是你跟别的不能兼容了 对对吧 这次就是这样吗 说windows的这个什么 到了windows10吧 还是什么就不怕这个病毒了 他是对比较早的 XP是对对 最受侵害的 对对啊 所以他就是这次说 就很多人 你就是老不爱更新 老不更新 老不更新 问题是老更新的时候 也把病毒更新进去了 他说这样 一更新呢 你的电脑 因为那个就很慢的 就是你的电脑太老 用了一个很新的软件 一个小马拉了一个大车 你拉不动 所以你就逼着你不得不去买一台新的电脑 更新很重要的目的 让你买一台新电脑 是这样的一个商业诉求 商业诉求这样 就是微软 它叫做安迪比尔定律 在这个IT行业 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半导体的速度 每18个月翻一番 照说我这个电脑用的应该很爽很快 对吧 但是呢 那个软件的更新 不断把你这个性能给吃掉 使得你用起来感觉不是这么快 然后不得不再去买一个新电脑 然后整个这个IT行业的这个营业额就上去了 所以你说这人下一盘很大的棋 就是很大一盘 很大一盘 就叫做安迪比尔定律 在整个IT行业的这个商业模式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就我就比如说我们讨论这个 你就知道其实我们表面上享受这个信息自由的同时 你实际上有多不安全 另外我就觉得平时你看我每天看手机看电脑 你感觉是你在控制 就是我有一个人不是开玩笑 说每天像做皇帝一样 君临天下每天批呀 实际上很多的这种现在也说大数据 他非常有意识向你投放 就你看到的数据都是被控制的 我现在发现 比如说我偶尔点了哪一个人的新闻 过几天这个这个新闻就持续的向我投放 我觉得这是为什么 我就觉得很恐怖 真是很恐怖 就你的数据 就被人所谓的大数据 他就以为你他对你进行分析 他就以为你关心这个人或关心这个领域 后来你才知道并没有像你看起来 你以为你自己那么自由 我现在信息我享受的这么便捷 实际上我也是被人控制的 我接受到的信息也是有人有意识的向我输送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呢 我觉得很可怕 我怎么能把这大数据给弄掉呢 我觉得就像是个很蠢的太监 你知道吗揣摩上意 我并不是针对这事感兴趣 我只是偶然看了一图 整个记录 然后他通过这个来分析 所以你可以设置说我不保留cookie 不保留cookie呢 很多地方不方便 就是说你每次都是重新设置 重新开始 每次都是个陌生人 我觉得就是人类啊 就是早晚把自己给玩线了 真的就是我们过去说你早晚玩线了 就是说因为现在啊 任何一个科学家也不能控制全局了 任何一个机构能不能 你没觉得我们万物互联了 我们全联起来了 这就酝酿着未来会有一件事发生 我老觉着说 就说等着雷落下来 肯定会出事 吴老师我相信 就当我们全联起来的时候 你这就意味着什么 谁出个幺蛾子 你看今天你看吗 一个这个勒索病毒 光机一下 你就影响一百多个国家了 你顺着这往下想 他要是出来 谁知道还会出来一个什么 甚至说一个狂人 像这个什么像上火星的那哥们 当然它是好像是正能量了 但是你怎么知道没一个负能量呢 他发了大财 他可以养一个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就在搞一个东西 抓着你人类一个软肋 一个七寸 筐息一下子 你这不是阿唐哥下一个 我觉得这话小时候永远有一种 科学怪人 你认为有可能吗 有这个可能 但是这个毛和钝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假设它是个毛 老公鸡 这个钝它也在不断的改进 我觉得 对不是 你就是 你不知道它要干什么 问题是 钝是在毛之后 对对 你明白吗 你不知道它出什么幺蛾子 我现在就觉得 这个万物互联 肯定是对咱们提供了很多方便 但是你从这个病毒看 这病毒 总会有你想不到的病毒 这您是科学家 您知道吗 对 这是这样 所以这个 我就说毛和钝的 他的工作方式也变了 最早的时候是说 我要建个防火墙 把所有东西拦在外头 那么这个病毒 那么就像您说的是 我得先看到你的病毒的特征 我才知道你是病毒 最早 最早第一次 思维方式是这样子 那么第二代来防范是什么呢 我可能不知道 你的病毒的特征是什么 但是我发现很奇怪 就是说 你比如说 假设咱们说偷了这个照片 不同机器计算机照片 它都把这个照片往一个地方去发送 这就很怪 因为这个莫名其妙 凭什么大家都要往它那儿发送 就发现说 你们这些计算机 感知了一个病毒了 虽然我还不知道 你这病毒是 特征是什么样的 但这个行为 是个盗窃行为 所以第二代的 就是叫做网络安全软件 其实它就要防范这种 就是说提前要预知 这可能是个病毒 到第三代的时候 现在其实用大数据 他们大数据有好处了 就是说学习每一个人的工作方式 比如说讲 举例在您在单位里工作 先把诉求给了 有一特定的业务流程 给了小静 小静给了可能余文华 然后给了台长 就这样 那么文件的传递 总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 这个设计的方案 就是说咱们说有个创意 来了一个黑客 说直接从A就到了D 我们ABCD这么顺利走 那这就不符合你的工作方式 那么这时候计算机 他应该知道说 我这件事是不能做的 一枪把我们设计方案拿走 是拿不走的 我老的意思还是科学救国 也不是科学救国 就是说 毛和顿是这样的 黄土